在泉州城南片区有这么一座民居 它不仅拥有东方建筑的平面格局和西方建筑的空间纵深 而且更令人称奇的是 房屋的圆柱是用一块块四四方方的红砖烧制成的 来看一下 聚宝街138号是一位何姓华侨于1957年修建的 从沿街立面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您先别急 里面可是别有洞天 瞧 这种二进二出的平面格局是我国民居的传统 抬头往上看却是两层西欧跑马廊式天井 如此迥异的两种建筑风格在泉州南片区 一幢民宅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人称奇 房子的建筑材料却是十足的本地货 但是我们常见的四四方方的福泰砖 怎么会砌成这四根细圆柱呢 这个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扁地砖 扁地砖的福泰砖来做的 它当初的时候可能是红砖比较好看 你用红砖来做一个磨剂 然后再放到跟扑瓣一样烧起来做的 是这样做的 你长期做这种工艺 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柱子呢 这种好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县州地面是很少有这种 很少很少 这恐怕是一种创意吧 嗯 可能是一种创意 很好的起义 本来我们扑瓣都用四方形的 现在它变成岩形的 哇 很好看这个 在这桩建筑的二楼楼板 有一扇门平铺在地上 让年轻的记者大惑不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让我们听听护主老太太是怎么解释的吧 这个是白铁去楼顶去楼顶去楼顶 为什么不通知的那种问题呢 原本是怕拆的啊 怕我们像上边楼腿 去楼顶去楼顶去楼顶 这哪里不楼顶 这是不楼顶 这是不楼顶 这是怕拆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国内建筑专家认为 作为泉州古建筑风格 将现代建筑风格过渡时期的体现 聚宝街138号的建筑价值 远不止这两道工艺 有个泉州的这个民居住 我一直越来越感觉 它是一个不像有些地方 它的民居的发展就停滞在某一个时期了 现在去看它都是某一个年代的民居 都是百年老屋等等的 但是后来呢 一个是工匠也失传了 然后也没有人愿意去盖的传统的样式 但是泉州很好 我觉得从这个明清到后来 现在看到的一些 包括中西合璧市的 它实际上是在传统民居基础上不断发展 而且不断有创新